弄巧反拙 被搞大了 这个事情如果不处理好的话 可能中方会有冰事的行动 我看了昏倒 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莫名其妙吗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要更严重的惩罚蔡英文出国 这个事情有点荒谬 本来蔡英文总统出访的新闻 在整个过程当中 不是重要新闻 什么意思 怎么会不重要呢 根本不重要 你听我讲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我不认为说 这个因为他这个新闻 会有重要 会重要是台湾本身重视 那美国的新闻 本来不会重视他的 结果有几件事情发生了 第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说这个国台办抗议 就是中国大陆严正抗议 蔡英文的出访 那这次抗议的程度跟强度 都超过以往 这个有点荒谬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 超过以往的过境外交 对就是过境外交 就是个过境外交 过境外交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结果呢 中国大陆反而针对着他在回程的时候 要去跟这个麦卡锡 碰面这件事情 提出非常严正的抗议 那抗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美方的回应 就非常的严肃 这第一件事情 那美方的回应就是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舒立文直接跟王毅打电话 这个我就看到 怎么会变得那么大 这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更荒唐 就是美国国务院 本来有一个叫新闻简报 那简报前20分钟 突然间临时取消 这个也荒谬 这个又好像过去没有新闻 那这次等于说美方有点想要宣传 或者是让蔡英文有小小的突破 对对对 有一点点在媒体上的规格 大概是这个样子 结果临时喊咖 所以这两件事情的叠加之下 把这个事情变成 突然间美国的政界 跟美国的媒体变成高度重视 就是重视变成什么 弄巧反拙 什么弄巧反拙 就看到格莱怡 就是我们的两岸 两岸这个中美台的专家 格莱怡就发言 他说这个事情如果不处理好的话 可能中方会有军事的行动 我看昏倒 怎么这种事情发生 莫名其妙嘛 对不对 结果这第四个事情更荒唐 就今天就看到了 有二十几个美国的众议员 要报名参加加州的会议 这个事情变成搞大了 因为突然间这些众议员 那二十几个是民主党的 有民主党的吗 因为目前 我不知道是哪个党 目前听说 但是也就是说 有二十几个王定宇跑出来 你知道吗 这个二十几个王定宇 哇呀哇 有尽头了嘛 这墙薄板面你知道吗 通通跑出来薄板面 结果一看媒体就要跟进了 那董事长这边我先插话 如果通通都是共和党的议员 想跟他见的又是蓬佩奥 反正就是全部都是共和党 这其实不好吧 是不是问题在这吧 我认为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 就是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反而被搞大了 反而被搞大了 这些动作 反而被搞大了 搞成就是因为 因为他们也在选举啊 他们明年也是选举 明年也投票 所以很多初选已经开始在动了 对 尤其后尤其这个 这个这些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能够上他们的全国性的版面 那大家就跟着一窝蜂 所以我刚才一大票的王定宇跑出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强版面嘛 那强版面情况之下 那你觉得是拜登乐见的吗 是因为他要选举 可是这个情况对他来讲是好的吗 我觉得是拜登很紧张哎 现在 不是当然不好 因为现在是两个方面嘛 你看到这次 因为整个我们在中 在中美台三方在处理 蔡英文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你看出来没有 就是他压低 中方最近因为整个习近平的行情 在国际上暴涨 对 比如习近平现在变成一个peace maker 变成一个和平使者 结果搞成他 他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大事情了 连加州碰面这件事情 北京当局啊 就表示强烈的高强度的抗议 是 所以那这个事情就变成 今天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你看到报纸 每一个头条都在谈这个事情 不管自由 中始联合 那美国的媒体也全部动员 在等着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变成了蔡英文的访美 本来是一个叫做过境参访 反而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蔡英文的得分跟失分啊 其实对台湾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他是个lame duck 他是个博押总统嘛 所以这一次根本上就是一个 的所谓的毕业之旅 那毕业之旅他也没有特殊任务啊 可是不会插枪走火吗 比如说现在大家在看的 比如说美国想要拆弹的 都是卖菜卖会嘛 现在已经插枪走火了 这样算插枪走火了 当然是插枪走火 现在中方这么大声的抗议的话 已经闹成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大事情了嘛 那美方 可是中方怎么可能不讲话 对不对 你只要猜英文 中方原来这种事情 他可以讲到一个程度 然后不见得会有实质的行动 所以我刚刚讲的 葛莱宜讲的那句话 你要注意 葛莱宜讲的认为说 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好的话 会有插枪 会有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那这个很严重啊 那你觉得接下来 还会有什么比较出格的发展吗 比如说他见 我认为在回城 还有见麦卡锡 我认为在回城 因为一直有人把这个马英九的出访 跟蔡英文出访 变得有点打对台戏的 这个比 刚好时间又重叠啦 那我对这个看法比较不太认同 为什么 不是因为很简单 其实你这个叫做 那个我们有断交国叫什么 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断交这件事情 才是比较更严重的 惩罚蔡英文出国的 这个一个议题 因为真正惩罚蔡英文的议题来讲的话 有断交国这个事情的 这个重要性 远大于这个马英九 一个退休的总统去访问 访问中国大陆 董长 你觉得对蔡英文断交国有差吗 断了第九国而已 这个82年的 这个邦夷的国家 然后这时候就突然 而且他时间点 我应该问你很简单嘛 如果以北京当年 在处理马英九的时代的时候的 所谓的邦交国的方式 他拖一个月可不可以 嗯可以啊 因为甘比亚北京拖了三年 对啊他为什么 所以你比我还 你比我还专业 你比我还懂这个 对可是我也要讲哦 哎大家说北京这次已经稍稍收敛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打算是 你蔡英文到美国的时候 我直接跟宏都拉斯建交 那对嘛都提前了 也等于是没给蔡英文难看 也没有让马英九难看 不好做 但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宏都拉斯这件事情 美国国务院也亲自出面协调 所以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 我觉得后面还是在谈判中啦 还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 没有也不是都那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建交就结束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的因素 你觉得真正有杀伤力的 真的反而是宏都拉斯断交 当然是 这个断交事情大嘛 马英九去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他个人来讲的话 是加分的 因为他个人他是技术嘛 然后他个人的过程当中 表现 一个言论 他的言论 他的表现 然后他所接受 他个人是维持一个 比较低调的方式去处理啦 那可是问题就是 唯德不足了 如果我是马英九的目标 因为我是 因为马英九是湖南人嘛 那我的祖籍是 我是浙江人 我不要什么祖籍不祖籍啦 就是我爸爸的浙江人 我是浙江人嘛 对不对 那我是一个浙江人 我是台湾生的浙江人 马英九是香港生的湖南人嘛 我们差别 我比他还跟台湾生接近一点 那如果我是马英九的话 我会建议他直接要见习近平 我觉得那才有意义啦 蔡英文到了纽约 对 你看到没有 蔡英文到纽约的时候 有两匹人马在叫嚣对不对 一票欢迎的 一票是抗议的 那欢迎的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拿了什么旗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中华民国国旗跟美国国旗 阿扁去的时候拿什么旗子 那菊花旗啊 八菊旗 跟民进党的党旗 台独旗啊 反而这次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完全中华民国国旗 为什么这样子 虽然解那个群众是动员了吧 对 也就是说 今天的民进党当局 在跟国民党争取 在抢夺这个中华民国的 正硕的地位嘛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他在美国纽约 如果我记得很清楚啊 那个阿扁到纽约去的时候 我这个画面我都记得很清楚 就一堆绿色的旗子啊 独派那种的 绿色旗子 然后有一些人偶然 拿一些中华民国旗子了 零星 今天我看到的是 一片都是 一片 如果不说你还不知道是哪里 哪边是在抗议的 哪边是在 两边都是 那一个是中华民国的旗子 一边是中华民国的旗子 两边都红通通的 你看不清楚 然后拿的是美国旗子 两边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当欢迎在纽约 欢迎这个蔡英文的时候的群众 拿的旗子 全部是中华民国旗子的时候 你国民党就要小心啊 因为表示 民进党的整个论述 整个政治的指标的移动 移动移动 他从台湾独立 一直往中间靠 一直往中华民国靠 当他民进党 整个中华民国化以后 他就不会去搞台湾共和国了 他从台湾共和国移动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结果你还在那边被人家打成中共同路人 那不是笨蛋吗 所以这就是今天马英九去的时候 他如果能够凸显这个中华民国 然后又能凸显 他这个中华民国的振愁 能够跟共产党 能够跟中国共产党 北京当局他有对话的能力 那这就很重要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龙器座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又料实在 简单一池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 好 好